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很多謝各位周空來聽這個講座 很快一年了 好像去年講完沒多久 大家知不知道今天很應節 因為我講的是豬年 今天原來是豬日 這個月份是豬的月份 所以豬是水來的 所以就濕濕濕濕 所以中國這些歷化的東西 是很奇妙的 每樣東西都有得解釋 我們這裡有個課程 就是四處八次 如果你對這件事有興趣 其實是值得學的 尤其是現在中國這麼強大 尤其是中國的學問 是受到全世界的關注 所以我就四處走 我四處教很多學生 我剛才從土耳其回來 土耳其之前是從莫斯科回來 我全世界幾乎很多是外國人的學生 我想都起碼沒有一萬都有五六千 所以這些學問其實全世界都適用的 因為是人類的寶貴的文化財產 所以大家很值得去認識 其實中國人最基礎的文化是陰陽五行 陰陽五行大家都有聽過 其實我們日常生活中所接觸的任何萬事萬物 其實都脫離不開陰陽五行 有五行雙生五行雙黑 雙生就是火生土木生火 所有人都知道 你轉木取火 小朋友那時候讀書也是 火生土 火燒了很多東西變成灰 陳歸陳土歸土 變了土 土生金 所有金屬的物質都是在泥土裡找出來的 金屬黑木 金屬生水 味道雙黑 金屬生水 為什麼金屬生水 這就比較複雜 你上課的時候也有解釋 如果你讀中醫的人就會明白 金屬是呼吸器官 是你的肺 你呼吸的時候 吸入氧氣 其實呼出是炭氣和水分 所以這就是其中一個解釋 其他還有很多解釋 風水有很多解釋 水生木 很簡單 木是樹木 花草樹木一定要有水灌蓋 否則它會死 木生火 是雙生循環 下面就是雙黑 雙黑就是水黑火 每個人都會用水來潑色火 火是黑金 火是燒熔的金 金是黑木 金是一把斧頭來的 斬低波樹 先練習這個 木是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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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是黑水 水來土染 五行雙生 雙黑關係 其實是大家的常識 即是日常生活中 遇到的事情 其實這兩個就是大臣的規律 中國人覺得萬事萬物 都是由五行所支配 我們人類 我們的行為 我們所發生的事 遇到的任何事情 都是由五行雙黑所影響 所以你知道自己的五行 你就知道影響在哪裏 所以我們怎樣知道自己的五行 其實每個人 我很多學生都學過 每個人都有一個五行 有些人熟水 有些人熟金 有些人熟木 有些人熟火 你看你的時辰八時 你就知道 你一出生 你的生日 你出生那天是什麼 你就熟什麼 就不是說熟豬熟牛 是熟金或者熟木 或者熟水 或者熟火 或者熟土 這個才重要 你知道你是一個水人 或者知道你是金的人 就知道 你看日曆 就知道 今年對你有什麼影響 因為中國人的力法 就是很奇妙 全世界只有中國人 有這種力法 這個力法就是告訴你 在這個時辰 全世界的宇宙 是哪一種五行 在影響我們的生命 就是中國力法 所以中國力法 就是一種五行的力法 所以你看中國日曆 你就知道 二十二個字 就叫做天干地支 左手邊這堆叫做天干 天干就是天對人的影響 天對人的影響就是 甲月秉丁 墓己更新任貴 應該懂得讀了 這些其實就是五行 甲月就是木 秉丁就是火 木就是生火 火就是生土 墓己就是土 土就是生金 更新是金 任貴就是水 然後水就走上去生木 其實是五行的循環 天干 地支 我們經常說十二生肖 就是地支 八節叫做地支 地支就是地球對人的影響 所以我們看中國的力法 一定是兩個字 一定上面一個天干 下面一個地支 就不能拆散 即是你不可能你看它的力子 是一個字 一定是兩個字 所以今年叫做無率年 上面有霧 下面是蜀 成座山的土 即是因為霧是羊土 羊土等於座山 所以蜀就是一隻狗 狗都是屬土 所以明年 叫做己害年 退一個 霧到己 這裡退一個 那邊又退一個 蜀就到海 所以明年叫做己害年 看中國的日歷 就告訴你 這一年 是什麼五行 影響著全世界 其實是很準的 如果你有聽過我 去年在這裡說 無率年 死得人多 真的 因為無率年 就是我們叫天羅地亡 那隻狗 那隻狗 你不知是否記得 我放了一張狗的照片 是惡狗來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無率 首先就是我們叫天羅地亡 天羅地亡 是走不掉的 第二樣東西 就是貴人不臨 即是我們十二的動物 都有貴人 但是神率是沒有貴人 龍和狗是沒有貴人 即是說 有什麼災難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是靠自己的 沒有人走來救你 所以你看到 真是過去那十二個月 真是死得人多 尤其是香港的名人 一個一個 那個一個 那個人都說 死得那麼多人 所以這個 其實我去年在這裡說 已經是有提過 那 募率是 過了 幸好 我們已經去到 這個月 十一月 八日開始 十一月七日開始 就去到 害月了 害月 所以狗就慢慢離開了 所以這個月都很重要 因為明年就是害年 這個月就是害月 害月就反映到明年的事了 其實有很多事情 我看新聞 就發覺 有很多事情 已經認 已經認了那個豬年 豬年 就是 那兩個字 就是 幾害 豬年和 募率 兩個比較 好些的 因為募率是一座大山 一座大山的土 就對人來說 一定是有壓力的 幾害就是陰土 募率就是陽土 募率就是陽年 幾害就是陰年 陰的土 募率就是一座泰山土 我們叫泰山 泰山壓頂 所以講中文 很多這些術語 泰山壓頂 壓力很大 但是幾害呢 幾也是土 但是這個叫陰土 陰土就是田園土 首先我們叫花園的土 你喜歡花園多 還是大山多 通常人覺得花園是舒服些 另外陰土 你會想起什麼呢 英文我們經常說 mother earth 地球是女人來的 地球不是男人來的 地球是女人來的 所以是陰土的地球 mother earth 即是大自然的力量 即是大自然對我們的益處 對我們的關懷 都其實在陰土那裡 所以就是 其實兩個字比較 即是去年 募率年 和今年幾害年 就應該好些 首先我們怎麼預測 將來就是靠五行理的推論 純粹是邏輯推理 今年既然流年 告訴我們幾害 我們就根據這兩個字的意思 作一些結論出來 所以首先我向大家解釋一下這兩個字 深入研究一下這兩個字的意義 首先認識一下這兩個字 自己的幾 是陰土 陰土是田園土 一個花園 又等於母親 媽媽 即是媽媽 我們mother earth 對人類的一種照顧 所以是一個很柔和的 好像媽媽那樣的一個印象 但是幾下 就坐著一隻豬 坐著一隻豬 如果你說到豬 中國人就想起豬八戒 豬八戒是一個怎樣的人 豬八戒看西牛記 他好像一個小丑 他不是非常正面的人 孫悟空就是一個好像很正面的人 但是豬八戒就是在那裡倒彈 偷懶 搞搞震 又打小報告 害一下孫悟空 所以就是一般的 豬 如果有人學過奇門遁甲 豬八戒 豬八戒 有一顆星叫做天逢星 天逢星就是代表豬八戒 天逢星的意思是甚麼 有些少騙人的意思 有天逢星的人 通常就是頭腦靈活 幾精靈 但是走偏門 鼓鼓滑滑 就是這些 所以就是 小心 豬 就是一般 有些少少欺騙性質 豬入面其實有些水有些木 問題呢 三有土有水有木 但是五行欠火 所以明年都是 喜歡火的人 都要小心點 所以 天逢星就是代表欺騙 所以就變成 上面好像挺好看 但是下面 一般 所以整個榴槤的主題 其實就是 叫做外表 就好一點 其實內裡 就是有危機四伏 好了 通常我就跟 這兩個字的意思 我們就 搞盡腦汁去 挖一些東西出來講 講來講去 我們都是靠兩個字講 講榴槤 有很多人 就用立春日來講 但是我就覺得 是沒有甚麼用 因為立春日 連年都是 那天立春 連四日立春 你講來講 都是二月的了 所以我就覺得 不是很有邏輯 所以我同來 我就不是說立春日 我就只講個年 講兩個五行的推論 首先 土坐在水上面 是藥的土 因為土是要甚麼生 土是要火去生 你既然五行欠火 土坐在水那裡 就浮浮的土 所以土是弱的 如果土是弱的 如果土是弱的 不幸運 地震 所以台灣就有地震 發生在這兩天 這兩天是水很旺 通常水旺就會土弱 因為水是黑火的 土是靠火的 所以水多火藥 就地震 你看日本山 一地震那天 是一點火都沒有 所以我們看地震 通常是火藥的時候 就會有地震 但是水旺的火藥 就會有 還有泥土 好像在上面 虛虛浮浮 就會塌 塌 會地陷 地陷最容易受影響 就是礦 開礦的就是最危險 在礦洞下面 上面的山不穩陣 跌下來 就會有礦爛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剛才說幾害 幾好像很好看 好像很和愛可親 但是下面的害 沒有那麼好看 害是欺騙你的 所以有少許欺騙性質 有少許欺騙性質 所以表面和平 但是 就外持內張 在下面 即是有些地下活動 即是有些恐怖分子 仍然在搞搞陣 所以仍然是 不是太過 不是太平 這些我們看回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看榴槤 我們都看回以前歷史上發生的事 因為中國的歷法 就是六十年一個循環 所以六十年前 看回一九五九年 其實那個日子是一樣 都是幾害 年是幾一樣 再推翻到一八八九年 都是一樣的 所以通常 我們就是 預測的時候 通常都找回六十年前的歷史 出來看看 對照一下 其實是對的 例如 你記不記得我 2018年 講的時候 我們就說 這個冒率年 是 保守勢力的抬頭 你有沒有記得 現在真的 你看看 建制派就贏了 還有 為何我會這樣說 保守勢力抬頭 為何 因為 以前中國有一個很出名的 冒率維生 百日維生 就是江瑞王的時候 就是一百二十年前 剛剛是一百九八年 康有為、梁啟超那些 主導一個新聞化 革新的運動 但結果被慈禧帶後 一百日之後就鎮壓了下去 即是六君子 將六個提倡改革的人 全部斬頭 所以就是保守勢力抬頭 所以我們 拿這些 推論 其實我們看回歷史上發生什麼事 無縮政變 現在的無縮年都是有這種事 所以很多 搞不成的 所以就是 和人心是比較喜歡保守 其實什麼時候沒有那麼保守 就是我們前兩年 最不好的年就是 猴子年 猴子年 就是二零一六年 就是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就選過特朗普出來 英國就說 無緣無故要脫勾 所以那時候 那些人就不要理 這件事都想改變 但是到二零一七、二零一八 到二零一八年 開始那些人有些後悔 選特朗普的人後悔 說脫勾的人有些後悔 就是開始保守一點 一件事應該思考過才做 好了 第三 海空災難 因為 猪是屬水 還有 猪是我們叫做翼馬 翼馬 翼馬聲動 意思是 人們會動動 四圍走 但是 四圍走就會有交通意外 猪是屬水 所以海難 但是猪跟蛇相沖 蛇是屬火的 水火一沖就有空暗 有海難 其實都有點應 譬如前兩天 今天新聞說 烏克蘭和俄羅斯 在黑海有海戰 這些其實都是猪的影響 所以我就說 其實這個月 叫貴害月 貴害月的猪的影響已經開始了 所以大家要 如果你是不喜歡這個豬 不用等到立春日 今個月開始要提防 因為那隻豬已經有些影響 第四 豬就是叫自形 自己不喜歡自己的豬 所以如果你的八字是有個豬 2019年走多一隻豬出來 有些叫自形 自形會產生一些水的問題 所以今天就是自形 今天也是一般的交通 所以是害害 為什麼今天害害 因為今個月就是害月 今天就是害日 今天就害害害 今晚又害事 害害害害 就是自形 前幾天澳門賽車 又撞到七彩 那天是仁日 仁日新時 我查過 仁申衝 所以如果 上學八字同學 知道 仁申自害是交通意外 仁申衝那天 就是賽車 那輛車撞到整天飛起 仁日 那天就是仁日 發生在新時 下午三點多時 發生 那個女生 衝到不得了 女生 又是 有神術衝 有自害衝 女生很喜歡害人 她的運氣 自害衝 衝衝衝衝衝 幸好沒事 大難不死 那就是 第五 我們剛才說的 朱是朱百戒 朱百戒是天逢星 所以 朱百戒的個性 朱百戒 就是狡猾欺騙 屠色醜聞 所以小心 Facebook Internet 那些是假的 那些人找你做朋友 就看清楚 十個有九個是假的 現在多數都是 每天都有 所以這些 小心一點 明年更加多 第六 我們剛才說的 這個幾土 就是田園土 田園土 是舒服的 所以幾日出生的人 人是比較隨和的 幾日出生 我稍後數給你看 有很多 幾好樣的人 是幾日出生 奧巴馬也是幾日出生 所以奧巴馬很多人歡迎 那些出名的人 例如林肯總統 就是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還有很多科學家 幾日出生 所以是跟地球 自然科學有關 真的很多 你聞名的科學家 達爾文 你知道 達爾文 這個進化論 達薰奇 你也聽過 達薰奇發明很多東西 也是畫家 全部都是紀土 林肯總統 就有佛諾伊德 如果你讀心理學 C.J.翁 心理學家 這幾個都是紀土 音樂家 查爾夫斯基 那些都是紀土 所以跟前科學有關 因為跟地球有關 第七 一樣 紀土的人 是有思想 有哲理的 有頭腦 喜歡人道主義 喜歡保護環境 所以這些紀土的人 其實是幾好的人 比較慈善 比較喜歡做慈善的工作 因為沒有火 電力故障 因為沒有火 因為我們說 今年一滴火都不見 所以有些問題 列車事故 因為是害 因為害 就是豬 豬是衝蛇 蛇是甚麼 蛇就是列車 蛇就是一條蛇 所以是有列車事故 所以是有列車事故 你記不記得我去年說過地鐵有事 幾大件事 馬時康就說想辭職 馬時康就說想辭職 馬時康是有神率衝的 所以我曾經提過 洪水地陷 說過 坐在海裡 自然是水災 而且肚子不穩陣 就地陷 健康方面 因為五行欠火 所以要小心心臟、血壓 尤其是老人家 血氣不夠 很容易會出事 中風 那些 那些 那麼糖尿為何有關係 原來糖尿是皮 糖尿是皮狀問題 皮狀問題 因爲育小素是皮胃 是皮狀出來的 所以皮狀是屬土的 心肝皮肺腎 心是屬火 肝是屬木 品是屬土 肺是屬金 腎就是屬水 皮膚不好便會有糖尿,出不到胰島素,血糖不受到控制 愛滋也是,很多例子,八字五行欠火的人,缺火的人是愛滋的 愛滋其實是一個血的毛病 最近死了一個Microsoft的舊老闆和Bill Gates做伴侶,Paul Allen 那個就是血的毛病死,因為五行欠火 所以到年尾,沒甚麼火的時候,他的年紀不是很大 一會我看他的八字,五十多歲已經死了 所以土的問題和腸胃也有關,所以肚餓,腸胃不好 原來和性暖和土有關,尤其是陰土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名人,我們剛才說的名人很多都是和性暖 達文西是和性暖 有些人亦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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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 《信報月刊》 去年我也有說到今年的股市會跌 為什麼股市會跌呢?因為不夠火 因為火是一個動力 其實中國人是喜歡火的 很簡單 你看為什麼中國人喜歡紅色呢? 為什麼所有喜慶的事 為什麼過年要用風利事要用紅色呢? 紅色代表火 另外一件事為什麼中國人喜歡向南流呢? 千金萬買向南流 向南是火來的 南方是屬火 向南即是向正氣 所以火是正氣 所以火的年 股市起到興奮 什麼時候開始有火年呢?2013 2013一直打到2018 都有一些火的氣味 2013是馬連 馬連是火很旺 2013是蛇連 蛇連是火很旺的 馬連更旺 所以2013、2014年打後 股市就升得很緊要 然後到2016年火的喉 2017是火去雞 到2018 就叫火入墓 所以我一直都說 這個聲勢會到2018 真的到2018 你見到經常都 掉了500點 掉了500點 所以 因為火的問題 但是到2019 就沒有了火 2018就叫火入墓 火入墓之後 就叫火絕了 因為12長生 我們叫12長生 入墓之後變得怎樣? 入墓之後叫絕 火絕 即是絕子絕孫的絕 墓絕 到胎養 胎就進入媽媽的胎 慢慢休養生息 然後又出來 通常循環 所以到了2019年 火是絕的 絕命的絕 火絕 所以經濟也是不太好 所以經濟欠了動力 但不是看年 你看每個月的組合 每個月的組合又不太旺 因為 幾害年 2月是秉人 應該旺 所以現在 就慢慢地 死死死死死 到2月應該升 股票到2月應該升 秉人丁卯 2月3月 所以過年之後 應該是春節 立春之後 那幾個月應該有些聲勢 但是到下半年又是差 因為接下來 都沒有太多火了 一直到2020 就是甘子 是甘水 你記不記得 我們老鼠年 上一個老鼠年 是2008 2008 什麼事 金融風暴 就是 Sulami 這個字 是2008 用的 所以 下一個鼠年 就是2020 所以 經濟來說 都不算很好的 什麼時候才有火呢 因為我們已經是 離開了火的循環 我們踏入一個新的循環 就是水 水和金 要去到 任人貴貓 甲臣月至頂午 就是到2025 才真正有火 那什麼行業好一點呢 這個就是 屬土屬木 比較好 為什麼呢 明年主要是水 土黑水為財 如果你是做土的行業 例如做地產 那些明年會有錢賺 可能 樓市跌了 就是不買 股市比較活躍 就是有錢 土黑水 木就黑土 因為明年有土有水 所以起碼 土木都見到財 不利就是 金水行業就不利了 火都不利了 金水 金就是要黑木的 明年那些木就很弱 以及金是要火的 即是火煉真金 所以你見到這些銀行股 我想就不太好 因為你 既然榴槤沒有火 通常銀行股 就會首當其衝 所以2008年 暑年 金融風暴 都是銀行倒塌 汽車 汽車 好像日產的老闆被人拘捕 汽車屬金 銀行屬金 所以屬金的股 不太好 水就不太好 因為水太旺 本身是水 水見水即是劫財 所以大致上 你手頭那張紙 就有這些 明年主要的這些東西 這些就是 紀土的人 我也說過紀土的人 其實都 挺好的過程 比較隨和 因為 其實 就是有一個突出 特朗普 不知為何是這樣 他是怪胎一點 是紀土來的 特朗普 很強的紀土 比如奧巴馬 這些都挺好樣的人 奧巴馬 George Cooney 很出名 George Cooney 他不單是大明星 他仍是 做很多慈善 以及幫聯合國做很多事 救濟難民 所以 他真是純正是紀土的個性 所以我剛才說 紀土是人道主義 Celine Dion 這些 很出名的人 林肯 因為林肯解放黑奴 所以對社會有貢獻 達芬奇 打邊錢 李連傑也是紀土的 所以李連傑的形象其實是挺好的 但是現在 就是 甲狀錢問題 甲狀錢是什麼呢 是火 所以這個都是跟死火有關的 因為他八字他肉藥的紀土是要火的 他走到這個魂是沒有火的 沒有火所以甲狀線是有問題的 即是九宏偉一樣 九宏偉 反過來 甲狀線的新陳代謝率 是慢的 他的新陳代謝率 快 因為甲狀線有兩種問題 一個新陳代謝快 就是人衰老得快 新陳代謝慢那種 不吃飯也變成肥婆 他一個就是九宏偉的重點 所以都是火的問題 所以就是 你的火不平衡 就會有這種毛病 Mell Gibson 達爾文和林肯是同一天出生的 所以都是紀土 這個是Google的老闆 Sherjie Blink 柯德里亞瓶 George Michael 所以這些是紀土的人 通常性格都是比較和平 只是Donald Trump 但是你說Donald Trump的人 是不是真的那麼衰呢 可能也不是那麼衰 因為他也是紀土 也不會衰得很厲害 有些人真正認識的人 就說他很聰明 說他很聰明 很聰明 這些例子 譬如紀土 是地震那些東西多了 尤其是不夠火的日子 你看這個 紀茂日 就是南 大海峭 全部都是水 申子臣 這個水焗 水焗那些火是沒有用的 所以土就會塌了 這個是有海底的海峭 海底的地震引發起海峭 這個是 我們看回歷史上 即是六十年前 因為中國的日曆 六十年前是一樣的 六十年前都是紀亥年 豬年 都有很多地震 這些就是六十年前的地震 俄羅斯有地震 美國 台灣 台灣 台灣海外都發生了很多地震 所以 紐西蘭 這些都是紀亥年 有水災 這些是以前 六十年前發生的水災 台灣也是有事 六十年前 台灣真的好像有很多災難 死二千人都很重要 日本 五千多人死亡 這是1959年發生 59年就是紀亥年 這個水壩 水壩 水壩崩堤 這個是北美洲大風雪 這個是澳洲 倫斯蘭 我們剛才也說了抗的問題 抗爛 抗爛呢 這個我們看回 1959年一樣是有抗爛 紀亥年 這個是南美洲的一個抗 是死亡四百多人 日本的抗爛又有五百多人死亡 也是一百二十年前 1899年 都是紀亥年 這些全部都是紀亥年 你看紀亥年是沒有火的 這個火沒有用的 這個丁採的丑 丁採的丑都是冬天 冬天的火都死了 沒有火的肚子就很弱了 這個兇難 我們剛才說的 兇難 其實1959年 有一個很出名的兇難 為什麼要出名呢 因為死了一個大明星 死了一個大明星 叫Buddy Hawley 是一個搖滾樂之父 如果你有沒有聽過一首歌 Don McClain 唱 American Pie The Day The Music Die 就是講這一日 The Day The Music Die 就是講這一日 就是這個人死了 就是這個人撞機死了 五九年空難 五九年空難 中國不是很安定的 中國不是很安定的 1899年是義和團 作飯的 義和團殺這些教士 1899年 到1959年就撞毒了 即是達賴喇嘛離開西藏 就是1959年 所以表面上好像OK 但內裡上也是不穩定的 這是今年發生的印尼地震 印尼地震 你看一下地震 肚子也是很弱 你看看肚子的弱 即是這個無縮 這個肚子 一點貨都沒有 全部都是金、水、金 全部都消耗了肚子 所以就是地震 這次死了很多人 死了很多人 是九月的時候 幾肚的人 特朗普 即是他是很強的肚子 其實特朗普 今年其實就不太好 我們去年也有說 他今年叫三營 叫醜衰未三營 他有衰未 他走著醜運 今年又衰又叫犯太歲 即是狗見狗就犯太歲 所以今年有很多人反對他 所以他的終期選舉 其實他也輸得挺厲害 他死說自己不是輸 他其實是輸得挺厲害 因為下議院好像被民主黨 爆反過大多數 但如果被他捱得到 明年下半年 他又好像沒事了 因為他這個人喜歡金、水 他喜歡金、水 他最好運 其實你看他的運 其實跟這幾年相應 其實他的冒失運是衰運 他是破產的 即是今年冒失年 對照他那時的冒失運 他是破產的 但是到47歲他翻身 47歲翻身的時候 他是幾害運 幾害運就是幾害年 所以他出年 他仍然捱得住 捱得住他就好世界了 其實他最好世界就是庚子雲 庚子雲是金、水 他強的肚子是喜歡金、水 這個雲他出名 就是做電視 就是appentice 所以這是他的相關 幾見金的相關 相關就是出人頭地 就是給他機會表演 所以他是最好運的 就是這十年運 所以你看到2020年 就是這一年 所以 他不是做一屆 他做多一屆 庚子生炒這些全部好運 被他捱到2020年2021年 他又好像是幾好 奧巴馬 是幾套 George Clooney 正是幾害 正是幾害 所以George Clooney很出名 就是他做很多政治事 幫聯合國搞很多事 其實他就是幾套的代表 我們說幾套的人 表面上都幾和外可親 而且很人道主義 很喜歡幫人 這是Mutter Earth的性質 你連結吧 就是這些幾套的人 幾害 Selene Dioran也是幾害 柯德利亞平幾有 這個幾字 George Michael是幾害 林肯幾味 達爾文也是 林肯和達爾文是同一日的 達分歧是幾味 但是這些幾的人 有什麼共同點呢 很多 同性戀的 很多是同性戀的 因為這個 其實這些全部是同性戀 同性戀全部都是幾套 C.J.翁是一個很出名的心理學家 這個是 佛羅伊德 Sigman Freud也是很出名的心理學家 又是幾 都是同性戀的 達分歧是同性戀的 他小時候同性戀被人拘捕 因為他要坐牢 所以 因為當時是犯罪 後來就說 因為他是很聰明的博學家 達分忌 後來我看電視是這麼說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原來他是懂得拍戲 因為他那時已經懂得用菲林牌 他曾經拍過法官 搞同性戀 所以用這段片來威脅 所以他自己可以脫身 那為什麼這個 紀土和同性戀有關呢 因為我們五行 是有金和木是相反的 水和火是相反的 但是土不能相反的 土是單丁中性的 所以可能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為什麼很多土的名人 都是紀土的名人 例如George Michael Boy George 那些全部都是紀土的 那麽好 現在就說不同的生肖 不同的生肖就是自害衝的 自害是蛇 蛇和蛇就比較麻煩了 因為蛇和豬是相衝 相衝 你不是只看生肖相衝 生肖相衝通常那年也有很多動動 又是營馬升 又是衝 所以有很多變化 要轉工 搬屋 但又不是只看年 你要看月有沒有衝 如果月有條蛇 就變了你小心父母 看八字就是年是你祖父母 月是你自己的父母 日子衝更麻煩 日子衝是你的配偶 日子是你的夫妻公 夫妻公衝就麻煩 要和老婆吵架 可能搬屋就好些 日子代表你家 時辰聰是子女的問題 所以大家就最好 看看自己的八字 看自己的八字很容易 現在那麼多apps 打自己的年月日子 下去就會出來 看看八字有沒有字 不是自己的字 好像幾字埋口 好 那個叫字 有字 明年你就要小心 要帶一隻老虎 因為老虎是和害相合的 即是明年你怕害 要帶老虎去帶走一隻豬 老虎帶走一隻豬 就不會泥沖你了 所以明年如果你配戴什麼 生肖飾物是老虎 是老虎和豬相合 如果你是屬豬 又是叫凡太歲 又是叫形太歲 因為豬和豬是相形 所以豬和蛇 是明年比較小心 因為就要帶老虎 這屬豬就叫自形 或者八字裡面 有隻豬也叫自形 有個害字 即是辛亥革命的害 這個八字 年月日時 但有個害字也不太好 也叫自形 又要帶老虎 什麼好一點呢 和豬關係良好的 就是老虎 所以我要帶老虎去帶走一隻豬 馬也是關係良好的 馬、駭和五 你看書就沒有說合 其實它裡面藏的東西 全部相合 所以馬和豬都是好的 羊 羊、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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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三合背局 駭、駭、駭、駭 駭、駭、駭、豬 是三合 所以這四隻動物 就說是好一點 但好不好 不是只看生肖 這是一般的說法 你真的要看完整個八字 熟鼠人 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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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駭 駭本身不是桃花 但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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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駭 豬看到老鼠也叫桃花 豬、駭、駭 駭就是翼馬 即是動動 看到蛇 去年是沒有的 今年是有的 去年是不好的 因為龍和狗年是沒有貴人的 但今年是有貴人 哪些人有貴人呢 丙丁、豬、駭、駭、駭 即是年或日子有丙丁 就是有貴人 今年豬年就是貴人 但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年和日子有沒有丙丁 就是看年了 如果你年是六至尾或七至尾 就有丙丁 譬如去年2017年就是丁 所以七至尾就叫做有貴人 1957年也是丁 即是七至尾有貴人 譬如1987出世、1977出世、1967出世 那些就是有丙丁 那些就是有貴人 貴人是比人好 貴人時事順利 即是你做一件事 你遇到人就很幫得手 所以貴人的日子都是很好 所以不是只看貴人的年 有貴人的日子 譬如今天 如果你覺得好 因為今天有兩隻豬 如果你是覺得好 可能你就是有丙丁 今天有貴人就是一個 一個在月那裏 一個在日那裏 所以比較小心就是這些 蟲、蛇就衝 自愛衝 豬又形 所以都要戴老虎的 有些人叫范太瑞 Mike Pence叫范太瑞 范太瑞 結婚幾害 他適合六十歲 明年他犯太歲 明年可能一般 這個人 朗拿道 你知不知現在他很麻煩 他好像有個女朋友 就說是告他強姦 你看為什麼他形 朗拿道就是自形 害害自形 刑是日子夫妻公 夫妻公即是桃色糾紛 他這件事已經在告他 所以他明年可能會更加嚴重 因為害害是刑 刑的夫妻公即是很多麻煩 即是跟女朋友有麻煩 他1985年出生 就二十五 就是三十三 三十四 又是在走害運 害害害自形 所以明年他都很濕 而且他這件事是強的木 因為強的木是不需要水的 水是最忌的 今天這個已經是麻煩了 Kevin Spacey已經是說同性戀 已經是不讓他做那個電視節目 House of card 他就不是害害營 他就已經是發生了 所以他就醜蝕味 是狗羊牛三刑 因為他走著醜 他月份有味 今年是狗蝕蝕味三刑 這個又是害 Wikileak 習近平也是衝 習近平是屬蛇 明年是衝 春年前後衝 年又衝 事實衝 但這個八字不知准不准 如果准的話 明年 中國和美國的關係都是一般的 貿易戰都不是那麼容易解決 不過他呢 他就1953年 就是 五十七 六十 六十 六十四 六十四 又是走緊害運 又是衝 所以他明年都是奔波爐 自害衝 自害衝 我馬上四圍去 所以現在這個月 害月他已經去了 他已經去了 阿根廷 他兩個字 兩個字 那一年衝死了他的母親 那一年是2007年的害 跟這個字衝 月份 他是他的母親 他真的死了 母親 死了母親之後 跟老公的關係又不好 所以 他背部就弄了一隻老虎 可能後來有人提醒他 他紋身紋了一隻老虎 所以明年他也要小心 因為他很忌忌 那一種害 如果他五十一歲 整個害運 他也是要小心的 他說他有乳癌的跡象 因為他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乳癌 如果你學八字 我們也有講到 就是火黑金 他是火黑金的八字 八字就是很多火 射是火 黑他的金 所以他是檢查 他醫生也說他會有乳癌 就是他就割了 割了之後 不是說等於沒有的 始終這個是 細胞的不平衡 始終都會回來的 他是賀爾蒙不平衡 所以他這個運 都要小心 特朗普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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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自害聰 今年 所以他今個月都有些問題 好像說他拿私人電郵來做政府工作 來出政府的文件 所以他已經被人查他 說他有事了 而且他的丈夫又有什麼問題 這是他身至下面夫妻公 夫妻公是他老公 他老公好像沙特阿拉伯那件事 已經被人罵了 因為他老公是聯絡沙特阿拉伯的 的advisor 老公好像是 應該是氣命的肚子 即是極弱的肚子 所以他老婆是金的 所以應該是不喜歡火 希拉里是屬豬 亥亥盈 俄羅斯的梅德維杰夫 這個人就衝 所以明年不知道衝不衝 他就走了 這個是敘里亞的總統 他都熬了很久 不知道他在行衰運 但是明年就衝 自害衝 不知道衝不衝就走了 這個Stayvon King屬豬 他今年是好運 其實我在2018年說的時候 都說他好運 他果然非常好運 所以好運就是好運 我都記不記得我說 好運就好了 因為他生性 一個人好運就不會亂來 所以去年就很乖 生性 但問題是好一年 即是 明年可能又開始百炎了 他在行運 其實就是1984年 二十六 三十四、三十五歲 在行新有運 新有運不是很好運 他的八字就是寒金 寒金就是要火的 他的八字就不見到五行獻火 行運都沒有火 沒有火就是沒有網管 沒有網管就是沒有自製能力 所以就會發癲 尤其是水那麼旺 水就是他的雙官食臣 雙官食臣就是想作反的 所以跟特朗普談的事情可能都是假的 都不疼 JK 郭寧 也是沖太歲 王子害害盈 不知道他有什麼事 王子害害盈 這個叫做盈 如果你是關心股票 其實買股票 其實他學學八字是很適合的 因為你要看老闆行運行衰運 很準的 老闆行衰運股票就下跌 老闆行好運股票就升 這個騰訊 我在信報去年 我都說他騰訊今年的表現不好 因為他不喜歡土 因為他喜歡木 這個是藥火 藥的丁火 所以他鴿五運是非常好運的 所以2014年是他升得最重要的 2014年就是鴿五年 所以他現在是幾歲 1971年 1947年 48年 48年去到季治 季治就沒有鴿五好 因為鴿五是非常好 他最喜歡木火 沒有沖沒有盛 但季治已經有沖了 明年又沖 所以就不一般地 他要火去支持他 就是幾個害他沖的字 所以明年就不太看好的 哪個太太 也是沖 明年也是沖 所以可能跟著他四處走 林載仁 好了 健康 健康就是我們說脾胃 小心 因為這個 土藥 土是脾胃 土藥就要糖尿 那些小心 還有陰土是跟糖尿有關 因為是脾 陰土是脾 火不夠 沒有火就沒有精力 沒有精力就有很多問題出現 消化不良 行動不變 這些 所以小心 心臟 所以明年就是要補充火 明年補充火 就是吃燒Q10 燒Q10是幫火和幫土 要是火生肚又幫忙 你火一夠 然後其他的功能都會健康 因為火就是人的能量 你沒有能量 全身的功能都會衰退 濕 明年被我濕 因為豬是害自營 害自營就變了風濕骨痛 所以都是COQ10最有用 我們剛才說的 這個人不夠火就死了 這是Bill Gates的partner Paul Allen 你看他的八字 全部都是水 水 生在冬天 水水水水 金水 土就生金 冬天 所以整個八字是要火的 那他行火運就行 丙神丁字務五 這些就很行 到54歲這個運已經不行了 就是1953年 1953年只是56歲 即64歲 即是到這個運已經不行了 到這個運已經死了 就是不夠火 即是十月死的 所以是這個血的血癌 Hawkins Nymphoma 應該是血癌 所以要小心 如果八字是欠火 火不夠 尤其是冬天出生人 通常都火不夠 冬天出生人就要補氣補血 補氣補血 有很多方法補氣補血 就比較常用的 這個營養產品就是COQ10 這些是我們剛才說同性短的人 全部都是幾土的人 這些全部都是熟土的人 好了 講經濟 這裡有條curve 這條curve就是 一個很出名的人 當然可能不是他畫出來的 是用他的規律去畫出來的 就是光陰 大家聽過光陰 光陰就是用星相去預測股市 有人用光陰的理論 是預測2018到2019 你看看2018到2019那條線是這樣扔下去的 所以不是好東西 這個是December 18到June 20 雖然December18到June 20 那條線都是這樣扔下去的 這條線是根據光陰理論 如果你是研究股票的人 應該聽過這個人 他就是 他是說五行的 其實他是研究中國歷法 和股票的關係 其實跟我們說的東西是很近況的 當然他還未能學識八字 所以他是得到皮毛的東西 不是很深入 但是都已經很準 這個是他的八字 其實你看他的八字是很多財的 好像李嘉誠的八字 木 火生土土就是財 所以說八字是很聰明去賺錢 是懂得賺錢的人 其實是很像李嘉誠的八字 那是江陰 他就說一樣東西都會重複 是一個循環 你看中國的日曆都是一個循環 金木水火島的循環 我們看什麼行業會好 就是剛才我們講過 就是土的行業好 土的行業就是因為土黑水 因為土黑水 土是包括地產、燃縮、礦 這個土都是一個電腦 high tech的東西 金就活躍 但是賺不到錢 因為金看到水就叫金生水 金生水就是有得做 但是就見不到木 木是金的錢 但是就賺不到沒有錢 就是活躍 木就是木黑土 木黑土在表面上見到錢 但是就不實在的錢 因為土是弱的 土是沒有支持的 火是生肚 火是生肚活躍 但是又是賺不到錢的 因為火是黑金 金是火的財 水最不好 因為水見水就是劫財 水見火才是財 一滴火都沒有 所以水是熟水行業最不好 就是運輸的那些最不好 風水 風水就是每年的升位就轉了 這個就是今年的升 今年的升就是八 就是明年的升 明年的升是八入中宮 其實都是應 為何加州今個月這麼大火 因為今年呢 首先今年是九入中宮 九入中宮就是火 火年 如果你非升 九入中宮就是火 今個月就是五入中宮 五劍九就是火災 五劍九就是西邊 看到二七 二七也是火星 所以就是加州大火 加州大火是西邊 因為你看地圖 亞洲就在東邊 其實美洲應該在西邊 因為亞洲叫遠東 遠東就是 所以地圖應該將美洲放在左手邊 不要將美洲放在右手邊 所以是準的 這些飛星 明年就是八在中間 我們經常最壞的星要先看 最壞的是五王 五王在西南 西南就是要掛風鈴 五王是最嚴重的 尤其是睡覺房在西南位 明年就要小心 一定要掛風鈴 門口、睡房 這些是影響最嚴重的 對面是病符 西南就是五王 東北就是病符 病符就是六個銅錢 這兩樣東西是最嚴重的 其他一些 如果大家覺得有事都放 第三個不好就是七 七就是說破是非 是非 所以我們用三支富貴粥 水養富貴粥 這個是東南位 東南位就放三支水養富貴粥 所以這三個是最重要的化解 杜劫很容易 放在張紅紙就行了 南邊 所以明年要注意西南和東北 這兩邊是比較重要的 林鄭出你也好 因為林鄭是屬木 今年是比較濕濕的 因為它是弱的木 若木見到土就很辛苦 土會黑水 所以今年會比較吃力 但它熬過今年就已經好 所以11月來講 對它開始好 因為它要水 明年豬就開始水泥了 2020它非常好 因為2020年老鼠是她貴人 庚子有官的貴人來幫她 所以2020年她是 如果她去打工就有升級 林鄭 今年是贖金的人不好 明年會好一點 所以Teresa May搞了一鍋泡 蔡英文搞了一鍋泡 我去年也有說過 強金的人是忌討 所以今年這些人都很濕 蔡英文是強金 反而她好像沒什麼事 她也是強金 這就是門常開 門常開就是 特首辦 特首辦 她本身的風水就不好 二五 但是 明年流年 八九 九會生旺二五 所以都是一般 始終都不太好 今年九一 今年九一 九一就好一點 九在中間 一在這裡 一是水 一是水 水就幫她化解了一點 但是明年八九 九走到這裡 所以明年的特首辦 風水也不太好 所以明年的特首辦 差不多了 這些是尖掛 這是特殊問題的掛 我們香港就沒有尖 因為這是尖俄羅斯 大致上 明年就是 你說跟今年比較 應該是好過今年 起碼表面上和平 但是 講來講去 都是有危機 所以 尤其是 這些五行天火的人 明年就要小心一點 經濟來說 明年 都是要小心的 因為都是有下行趨勢 因為都是不夠火 你看我這些 主要的行業 很多 這些人 明年都是一般 馬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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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明年 還不是說退休 未退休 因為他也是火 他喜歡木 所以他走完 referendum 50歲 則是沒有運 ges 1964年 今日 今是 Late 即是五十五十四 五十四是走幾馬運 所以這個馬運仍然是有用的 木生火 但是去到更神運就不可以了 所以他已經預備退休了 這個Amazon Amazon是約金來的 其實他是要火的 他其實是約金來的 雖然他是金 但是他生在一月是沒有什麼土 所以今年是好的 今年無率也好 但是去到今年下半年好像差了 最近好像說業績也是差了 所以他本身是走好運 就是土金是他的好運 所以他前兩年說美國是首富 蘋果就是一路都不看好 蘋果就是強水 Tim Code是一個強水人 強水人就不喜歡水 不喜歡水 因為接下來這兩年都是水 所以蘋果這兩年都會沉 他要走到內爾碎這個運才是好運 看到有火才好運 他現在呢 六零年就五十八 五十八都還有幾年 五十八還在走任神運 所以你看到蘋果的股票一直跌 這些其實是好運 Samsung的 你看Samsung這個 現在放了監 去年說拘捕了他去監獄 現在放了出來 這個人的八字是跟我們李嘉誠很相似 因為他是藥木 有火去生他的財 土就是他的財 所以他就要水 要水 今年呢 現在行水運 所以大把世界 所以這二十年都是看好的 今年才五十歲 五十歲就行貴害運 好運 明年害運是好運 所以Samsung出鏈 可能一分鐘就好過蘋果 這是五行 你說哪一項行業是熟什麼呢 你就看這個表 哪一項行業 你做金、做木、做水、做火、做土 就看這個表 好了 其實你們要知道的事情 可以推論的事情就差不多了 有沒有什麼問題 你們特別想問